館長文化 我先探訪幫她介紹 首先很感謝各位家長 今天秋風來到這邊 天氣、無惡劣也好 都刻意回到這裡 用下午時間 去聽一些關於 如何去培養小朋友 擁有一把健康的聲音 對他的工作 或者開始之前 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有哪一位家長曾經聽過類似的動作? 請舉手 好的 有哪一位家長的小朋友開始有聲音 大家來到目的是想知道怎樣去幫助小朋友 也有問題 例如哪些小朋友都未開始有聲音 但是想知道怎樣可以令他不要有機會有聲音 或者怎樣可以令他的聲音更加吸引 希望今天我也會分享一些資訊 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首先也要多謝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有交流 另外也要多謝大學教育會的知識交流基金 也贊助支持這個工作 其實一會兒我分享很多的資料 一些數據 一些方法 其實是透過我們在不同的研究 得出的結果 希望透過這類講座可以和家長和老師分享一些研究的結果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多謝家長和老師和同學 其實一會兒分享很多的事情 很多方法都加了給你提示 例如在我們診所見到很多小朋友 接觸很多家長 另外例如我們去學校給一些講座 也留意到很多小朋友他們用聲的習慣 這些全部都很好的資訊給我們 讓我們去想一下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小朋友的聲音 可以令到他們更加好呢 剛才Winnie也介紹過 其實今天的講座是有一個背景 我很簡單地介紹這個背景 其實這個講座就是 第一是想響應每一年4月16日的一個 叫做世界聲線關注日 World Voice Day 其實《世界聲線關注日》在1999年 兩巴聲都成功 自此之後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目的就希望可以大眾對於自己 無論是老幼也好大人小朋友也好 希望可以對於他們自己的聲音更加關注 更加留意到自己的聲線的健康 那麼今年我們也是響應這個世界聲線關注日 其實在去年剛才也提及過了 吳寅和姚文禮教授也給了那個鼓掌 那就是聲帶 教軍人去教孩子 希望我們都想了很久 究竟今年我們有什麼主題去到 去到響應這個世界聲線關注日 那麼我們想來想去 度來度去 我們結果就決定 就是說今次我們那個集中點 在小朋友那裡 原因就是 當我們接觸得多了小朋友 在學校也好 在社區也好 所以我們發覺其實 原來大家 家長可能很多時候 對於如何去保護 孩子的聲線 信息似乎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就希望今次的講座 集中在小朋友用聲的方面 那麼今年其實世界聲線關注日 其實總共已經在全球來計算了 已經有超過五百項的活動去到響應 那麼這幅圖就讓大家知道 不單是澳洲、美國、歐洲、非洲的國家 亦都有一些項目去到響應世界聲線關注日 很多的一些講座 給不同的人士 比如說小朋友、家長、老師 享應聲線保護的一個題目 其實上星期 星期二的時候 我們聲線研究所 亦都舉辦了一個聲線評估日 費用全面 不過反應也都非常之好 非常之正面 我們接下來也會再舉辦多些這類型的評估日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留意著我們的網站 我們會有些資訊 放在網站上 好了,我講了很多背景方面 說回言歸正傳 今天的講座是甚麼的目標呢 我會圍繞著三個大部分 也會包含What、Why和How 我經常都會問自己這些問題 講座第一部分 我會講回 為何健康的聲音是這麼重要的 我會提到 我會提到 原來 一個人的聲音 對於其他人 如何去評論 那個說話者 原來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我也會提到一些資料給大家 是一些我們在研究出來的心得 另外也會講回 聲線和學術的關係在哪裏 另外也會講回 如何培養小朋友 有一個健康的聲音 一些家長角色是怎樣 另外也會提供一些親子的熱聲 而第三 我們今天邀請了 Steven和Wendy 我們好好的分享 看看究竟 在家長的角色 或者自己之前經歷過聲線問題 究竟那些什麼東西可以做 其實是可以大家做多些 去調整個聲音 最後我歡迎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發問 其實整個講座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隨便可以發問 好 第一部分 就是健康的聲音 為何能夠做到 一般來說 我們看看國際的文憲 大概6%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有傳染的情況 傳染的情況 國際的文憲 那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之前做過兩次的文卷檢查 其中一個就是給家長的 就是一些文卷 我們就給兩位家長問他們 好 究竟你覺得自己的小朋友 有沒有傳染的問題 所謂傳染的問題 就是你聽到他的聲音 覺得他跟其他小朋友 好像有些分別 而令到他 譬如日常生活 和人溝通 是有影響的 我們先給他一個大前提 讓大家想一想 究竟他們本身 我們想一想 小朋友的聲音 會不會好像 吻合這個definition 我們看回這兩個分別的研究 說現在有這個情況 現在有聲線問題的家長 大概有相當五成都會有這個情況 另外一些家長就說 我小朋友曾經有過這個情況 他曾經有過聲線問題 不過幸好現在沒有翻牌 也有大概三百分別 另外一個人就多一點 大概八百分別 也給我們一個印象 另外一個印象 其實這個聲線的情況 在香港來說是很重要的 而看回男生 比女生患上聲線問題 或者是患上聲線的情況 的機會大多 大概是一百分別 如果我們看回 其實有聲線的情況 有聲線問題 那大家知不知道 例如我們怎樣可以發聲線 我們常常說聲帶 聲帶 究竟聲帶是哪裡 我最喜歡跟我的朋友也好 小朋友也好 家長也好 玩樂器的 放在手上的喉嚨那裡 好了 休息幾秒 有沒有感覺 好了 接著試試說 啊 有沒有感覺 有感覺 通常大部分都說 有感覺 有感覺 有小朋友就說 沒有 沒有感覺 再試一次 啊 沒有 沒有 我就叫他 放在手上的喉嚨那裡 原來 聲帶就在喉嚨裡面 要裝頭 打開口 然後裝頭 看一看 才看到聲帶 那這篇圖就是那個聲帶的情況 我們要用一個步驟 內規鏡檢查 剛才所說的 像獅子馬瓜狗一樣 我們就裝頭 看一看 那這篇圖就是一個聲帶起枕的小孩 是比較厚的 那個枕的地方就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嗎 是厚一點點 對嗎 如果健康的聲帶 兩邊是很平滑的 我們看看數據 就是 原來大部分 特別是小學 中學 中學 初中 大部分是小學階段的學徒 幻想聲沙 聲線問題的機會 是很高的 而大部分 當我們這樣裝頭 打開口的聲帶 原來都是聲帶起了結節 即是我們俗稱 叫聲帶起枕 大家聽 比如老師說 我聲帶起枕 聲帶起枕 聲帶起枕 聲帶厚了 或者可能家庭主婦說 醫生說我聲帶厚了 聲帶起枕 聲帶起枕 聽得多了 但原來在小朋友的情況 亦都是很普遍 這個 剛才我提過 是一個在美國的數據 他就看回整個診所 簽過的學徒 他們的聲紗 那個 全都是聲帶起枕的 他看回 幻想聲線問題 而因為聲帶起枕的 那個稅數的分佈是怎樣的 然後發現 大概四至十一歲 有聲帶 而不是聲帶 你選擇 起枕 那個百分比 是高不高的 大家可以想想 為甚麼 為甚麼 比如說 小學 那段時間 起枕的機會這麼大 如果聲帶起枕的成因 主要是因為長時間 是一個 我們叫做 不善用聲 或者是過度用聲的機會 引起的 類似大家 例如說 拿筆寫字的話 如果用筆很用力去寫 方法不正確 用錯力的話 手指也很容易起枕 其實聲帶也是一樣的 例如說 如果我們經常都很大力地用力 不斷拼命地叫 不斷長時間 不斷地用聲 那聲帶 當它經常接觸到的地方 長時間無損 很容易就會起枕 我們看回 原來小學 聲帶起枕的成因 大部份的成因 這幅圖就寫出來了 例如說 他們會在操場上 經常大叫 玩捕捷捷捷 一邊跑 小學 我們也去過很多小學 觀察一下 學童 他們是放小息的時候 的聲音是怎樣的 都不厲害 另外他們會玩一些追逐 比如說 你你 警察皇帝 等等 很多這些運動版 另外 例如說 課堂環境 我們做過的研究 看回香港的課室 噪音方面 發現原來都很高 小朋友當他要說話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喊出來 他喊 老師又喊 大家又喊 就越來越大聲了 或者可能家裡有兄弟姐妹 他們可能要爭論她 玩 也會錯亂多聲 心理壓力 也很重要 是因為他學點 比較緊張 或者是在社交上 有些心理壓力 也會影響到學聲 過多的課外活動 過多的課外活動 我會提到一些 是用聲過多的 有些數據 大家知道 例如說 香港一般來計 學生大概會參加多少課的課外活動 而家長可以先數一下 數一下小朋友 每一個星期 他有幾多課的課外活動 有多少時間 兩個課外活動 是需要比較多的聲線 的過分 最後就是說 原來家長 憑貝的影響都很大 例如說 一些用聲習慣 例如說 一些情緒控制 大家也可以開始想一想 想一想 例如在家裡 會否試過拍拖 很兇的罵 或者發洩 或者說一些 我們經常 在星期診所 兒童報 經常會聽到一些 誤解 和一些事實 想要分享 很多時候 會接電話 家長說 博士 我的小朋友說話不清楚 他的聲音 聽起來不清楚 他說 好 你帶他來 看看他的聲音 來到 發覺 聲音沒有問題 很響亮 很好聽 問題是在咬字方面 我發覺 咬字的問題 和聲線問題 很多時候 大家是會混亂做的 待會有些位置 給大家聽聽 咬字問題是怎樣 和聲線問題是怎樣 另外 其實聲線問題 不重要 沒有問題的 我最重要的是 把他測量 測量 這次 一百分 他的聲線問題 我不管 他的聲線問題 沒有問題 他考試 只是 檢查 沒有問題 或者 很多人在想 其實 他有聲線問題 大了就沒有問題 比如說 他的聲線 小一點 大一點 就可以了 過多一陣子 看看怎樣 原來 這三樣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的 一些 feedback 但是 小朋友的聲線問題 沒錯 有些小朋友 每個大一個 慢慢的聲線 就會resolve 其實在英國 有一個 我的研究做了 就是 一班小朋友 他主要是 大約三百位的小朋友 這三百位 真的有聲線 已經診斷了 他們是有聲線問題的 好了 一年後 這三百個 全部都沒有接受 聲線問題 一年後 我再看 就是 總有 差不多三成半的小朋友 他的聲線的情況 那個聲線問題 是繼續持續的 再過四年 又再看 這班小朋友 好了 沒有接受過聲線問題 沒有接受過 治療那班小朋友 他都依然 硬是有三成半的小朋友 他的聲線都依然是 聲線 所以 其實 這個數據 給我們看 就是說 如果有 在學校的階段 如果有聲線的情況 很正式 他們有機會 那個聲線問題 是很前進的 會帶到 中學 再大 那些階段 影響會有多大呢 待會我們再看看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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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